重溫童年美好回忆 小熊博物馆在桃園市龙潭区市营运 馆内珍藏了上千只的小熊 更结合环保议题打造特色专区 还能够DIY做出属于自己的太迪熊 而博物馆里还有一只全台最贵 要价台币800万的小熊 一只只可爱的太迪熊出生于不同时期 也存在着那个时代的特色故事 桃園市龙潭区的小熊博物馆市营运中 馆内收藏上千只丰富小熊 并巧妙地将环保议题融入展示中 从绘本的概念来呈现以外 最重要我们这边的主题叫Go Green 就是结合绿色议题 所以我们希望结合这样的氛围 把这个主题去做一个结合 环保专区外 馆内还有各种结合生活的场景 比如环游国际区 就有美发音等不同风格的小熊呈现 致力打造插画绘本特色 此外博物馆还有一只全台最贵 要价800万台币的达菲米奇熊 也很有故事 就是因为米奇他去航海的时候 那他的女朋友米妮送给他一只Teddy Bay 希望在他失念他的时候就会亲吻他 所以因为米奇出海之后 就非常想念米妮 所以他就一直亲他 所以就把他的脸印在这只熊上面了 小熊的魅力无穷 现场也有提供DIY手作体验 让大小朋友都能动手创作 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Teddy熊 带回一份专属回忆 也透过小熊连结人与人之间的情感